我的天哪 原来买饮料百分百中奖的秘密在这里 只要用手电筒从底下一罩 就可以看见瓶盖上的字了 我该不会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吧 不会吧 还在这个时候操作 用手机的手电筒在饮料瓶三里一中 就能看到瓶盖上有没有中奖 以前我喝饮料的时候 你们没想到有这个好方法啊 这个视频里用的饮料好像是动工特异 来咱们去超市买点铜板 来试一试 走走走 现在立刻马上就去超市 老子们 视频重奖也要给你们搞人了 老子们重话得说在前面 如果这个方法可行的话 也不推荐大家这样去做哦 我们只是来实验一下 这个视频的真假而已 看一看利用这个方法 是不是会中奖率更高一点 如果真的能看到是否中奖的话 麻烦的厂家一定要改进一下包装哦 让他分开不多说 赶紧来试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瓶盖上写着 小盖内码 可以赢第二瓶现金红包 也就是说在这个瓶盖里 还有一个二维码 也就是咱们这样是看不见的 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光源关上 用一个手电筒从底下照进去 看看能不能光从外表上 就看见它里面有没有假 现在我直接用手机的手电筒 来照一下试试 我好像真的一五一 看见里面有字啊 虽然嘛 看不清楚里面是什么字 但是可以看起来 至少有三行字 咱们快下一瓶再来看看 咱们快下一瓶再来看看 这瓶里面就完全没有字 再来一瓶 这瓶里面又有字啊 再来一瓶 这个大瓶里面的字 好像更长一点 经过了一轮筛 我发现它总共分为三种 一种是里面的字很长的 一种是完全没有字的 一种是里面的字很短的 像正方形一样的 那咱们来打开看看 这三种里面分别都是什么字吧 咱现在开这个瓶完全没有字的 这里面该不会真的没有字的 就只有一个二维码 小了这个二维码以后 上面显示谢谢品尝 果然是没有讲的 咱们再来看字比较短的这瓶 来看看里面是什么字 当然也是一个二维码 刚才看起来好像是一行字啊 小了这个以后也是谢谢品尝 再来看这个字比较长的 来看一下 哎油讲码 我天哪 这个真的油讲啊 想出来的是购买第二瓶 就可以获得1.5元三金红包 哇塞 要真的能看出来啊 这也太准确了吧 真的直接就中奖了 方法咱们是琢磨出来了 但是就不过咱们是不是百分之百准确啊 那接下来咱们就替小伙伴们来实验一下吧 现在我小龙手上呢 一人是八点以后 在比赛下看咱俩 到底谁是国家金钱 用这个方法来找油讲评证 要是我们两个准确度 能达到百分之多少呢 赶紧来试一下 咱们只要精准的找出 一盖上的一行长色就可以了 支持小哥我的 请故意 来用手电筒招一下 这瓶好像是正方形字体 咱们把它放左边 再来一瓶 这瓶没有字 第三瓶 这瓶也没字 第四瓶 这瓶子 第五瓶 是我眼花了吗 怎么都会有长瓶的蚊子呢 现在我们就上最后三瓶了 难道这一打里面 一个奖都没有 这瓶好像有字 它不是长条蚊子 倒数第二瓶 这瓶也没有 最后一瓶 八瓶去了 成绩过了 这瓶也太低了吧 这瓶都没 那还是来看看我的 来看看过过我这八瓶里 能更几瓶吗 现在来看第一瓶 感觉是长型的字 觉得有想的画右边 第二瓶 也是长型的字 这瓶里 第一瓶三瓶 还是长型的字 四瓶 又是长型的字 第五瓶 这瓶就是个普通的真方形了 放在左边 又来一条新的字 这个瓶那里啥的没 这瓶里 也没讲 经过我的措施 这五瓶有奖 这三瓶是没讲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 我和小猪猜的 是否百分之带着遮来 我该不会真的全军覆没吧 我看 拜托拜托 有奖吧 没有 第二瓶 太太 太太 第八瓶 别讲我 我刚才是我不透了 第四瓶 我看 没讲 第五瓶 手都拧着酸呀 叫什么问题 第六瓶 我看 又有奖 第七瓶 我现在都四瓶了 最后一瓶了 我确认 是我的眼神有问题啊 我最后一瓶 居然也中了 我嘴永远一半都没到 对对对对 我的准确是啥 咱们先来验证一下 刚才我猜的这三瓶没有讲的 是不是真的都没讲 一瓶 果然没有讲 二瓶 也没有讲 三瓶 也是没有讲的 三瓶没有讲的 我全都猜对了 另外这五瓶 是我猜有讲的 一瓶 准一讲 十瓶 真的被我猜对了 我去 又来了一个 现在就算就算行了 这一瓶在猜对 那我的准确率 就是百分之百了 什么时候 你真的被我猜中了 你老板 你也太厉害了吧 竟然都被你猜对了 这个没这个方法 是完全就有问题了 糟糕的 你没有尝试过吗 今天你们要来挑战 最近超流行的图石膏哦 你们每人可以拥有 十二种颜色和一只花笔 用它们给可爱的 三小只上色 最后让评论区的小可爱 选出谁图的最好看 最好看的那个人 可以获得三千元现金奖励哦 赶紧开始吧 除颜色 这颜色好好玩啊 我要来出一个 最要的皮卡丘 我要来涂一个 长着草莓鼻子的水滴仔 我们下来的皮卡丘 爱到分界线 这边涂蓝色 那边我们涂粉色 我的分界线 从中间开始画 再看看我这些高高 会不会与宇宙不同吧 回来来直接开始涂颜色了 现在他的小脸蛋上涂上白色 我要直接更取粉色 免得涂在右脸上 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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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调一个奶黄色 把调好的奶黄色 都在实际载的右半张脸上 看我涂得多均匀啊 接下来就是皮卡丘的五光光哦 可以皮卡丘涂上一个绿色的眼睛 这一边也可以涂上 再点一个红彤彤的小鼻子 嘴巴也是红色的哦 再给他胸口上的字母涂上黄色 看耳朵上画个小草莓吧 脸上的酸红也不要忘了哦 脚底板上画上白色的圈圈 手心也画上 小小的一块就可以咯 连眼珠子上也来一道 一定要小心一点 也涂出去了 再点上高光 我点草莓上也点上 来一点点黑色的颜料 给皮卡丘宝宝聊上眼线 另外一边也一样哦 在脚上来几个红色点点 脚底板上补上爱心 分个边 手上也来几个 最后涂上草莓的叶子 这样我的皮卡丘就大功造成了 现在实地仔我已经完成三分上了 现在最后的三分之一咯 咱们继续涂 将给实地仔的鼻头涂上大红色 我要把它的鼻子画成一个草莓 怎么样 这红彤彤的大鼻头是不是很可爱啊 嘴巴里面也要涂成红色的 不过要注意千万不能涂到牙齿了 自己也涂成红色的 来点白色在它的草莓鼻上 给草莓鼻划上绿色的叶子 哈喽 点儿是不是一个肚上草莓啦 往它的小肚皮上画一个爱心 现在来涂眼睛哦 先给眼睛上一个明亮的米白色 再来为它涂上棕色的眼珠珠 涂上了眼睛瞬间就有灵魂了 这个大鼻子怎么有点难上色啊 咱们只能耐心慢慢涂了 给它的小眼睛点上高光 粉色这边的耳朵里面咱们涂上橘色 另一边的耳朵里涂上黄色 涂上再点缀上一点黄色 指甲上也点上 现在来给水地仔的帽子涂颜色咯 梦幻的蓝色 搭上粉色真的是太绝了 最后咱们再来画点小点缀 小火发的 我的水地仔完成了 蓝色是不是超梦幻呢 长得真的是太可爱了 每股颜色就像你 是不是完全没有的样子啊 接下来我要给玉哥狗的耳朵 上上颜色了 先来点蓝色 再来点白色 把它们调成一个梦幻蓝色 先从它的小帽子开始涂起 它的帽子就像一个小蛋糕一样 现在来涂玉贵狗的大耳朵 咱们先涂颜色最深的地方 再用浅蓝色过渡一下 蓝色的耳朵忽然之后 再涂上蓝色的图地点 对了 眼睛也是蓝色的 给它的脚脚上也涂上蓝色 关完蓝色的部分之后 我们要开始涂粉色了 长得像头上的丝带开始涂了 淡粉色配上淡蓝色 这个颜色也太方方了 现在要来涂领结旁边的粉色丝带了 这个地方有点难涂 咱们得小心一点 再用粉色 把别人的小星星也给填满 你别忘了填上手 把这个颜色的腮红 把他的小嘴圈给画出来 最后一步 我们再剪缀一点亮黄色 我的鱼龟龟画完了 怎么样 我涂的是不是比龟龟跟小鹿涂的 哪有好看 小伙伴吗 咱们想起谁画了石膏 最好看 救救我